哈喽,大家好,这位老公 今天要给大家测评一下 北京特别火的那个老灰灰小吃 然后我买了几种比较火的 小枣姜米年糕 我特别期待的驴打果 切糕 这款糖花卷就是最火的那个旺红 上面满满的麻酱和红糖 这才两块钱,超大一个 这是糖火烧 这个是豆馅火烧 这个是白窝窝 小枣姜米年糕 特别糯了 就是糯米上面泼了一层枣 一层小枣 我以为就是这么厚 糯米枣这么少会不那么甜 比我想象的好吃 因为我奶奶平时做这种年糕的时候 就是 就那这么厚的糯米 然后全是料 特别好吃 你看它这个糯米层挺厚的 只有上面包包的一层枣 小枣超级甜 我尝驴打果 这个料真的是一出平目 多 这个红豆馅太多了吧 这个驴打果我觉得基本就是吃红豆 这款虽然我觉得馅很多很好吃吧 我觉得身为驴打果 这一会儿 那层糯一点 糯米 糯米皮 上面外层裹的黄豆粉挺香的 基本全是红豆了 有点像红豆裹 红豆裹黄豆粉的味道 你看它这个表皮 喜欢吃红豆的人 这款应该非常好吃 切糕 但是山楂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跟这个小米 小米小枣姜米年糕 差不多吧 就是把它的枣换成豆沙馅 然后上面放了两块山楂 它这豆沙馅也挺厚的 吃的时候本来是糯糯的甜甜的豆沙 然后突然有一点点那个山楂的酸味 特别好吃 山楂有点开胃的效果 藤花卷 真的很香 麻酱味特别浓郁 我吃到了黑糖的颗粒 沙沙的那种口感 我欠了绝了 这才两块钱 麻酱不是很粘稠吗 我特别喜欢那种 麻酱糊在嘴上的感觉 吃不了腻的人 可能觉得会腻 哇 好吃 推荐 糖火上 糖火上特别松软 麻酱和红糖的香气也特别浓 豆馅火上 哇 这豆馅也太足了吧 皮好薄啊 不是这个豆馅火上是好吃的 不是特别薄 上面还有一点芝麻 配上芝麻的香气 豆沙的口感很绵密 然后里边还有红豆的颗粒 爱窝窝 它表皮裹的是面粉还是啥呀 糯米包上红豆沙 糯米包上红豆沙 我感觉跟这个差不多 切糕 我感觉它表层的这层面粉 有点干 吃起来有点拉嗓的那种感觉 如果来北京玩小伙伴 我个人比较推荐 吃老茴茴的糖花卷 豆馅火烧 糖火烧和驴打滚 小杂姜米年糕和切糕 我更推荐大家吃牛鸡白鸡的 他们家的切糕和年糕 比这款好吃 对白鸡的驴打滚 我其实我觉得 也比老茴茴的好吃